小马逛区 小马逛区 你以为我为啥时间那么好呀 yo大家好我是小马 今天我们在曼城 is this familiar to you guys 明天我在曼城有工作 所以我前来了一天吃个煎饼 secretly guys 我其实想在这打工一天 觉得他会让我的扣一 觉得不会的扣二 去跟老板打个招呼 你好我能在你这边打工一天吗 可以啊如果你愿意的话 没钱没问题吃个饭就好 你想吃多少吃多少 我挺期待的 你知道我期待什么我期待吃个煎饼 饿死了我今天还没吃午饭 好 先培训你一下先用这油擦子 这个是小麦玉米 好多 我们这是放两个鸡蛋 先把它打碎 打碎之后你就很容易把它摊开 要问客人要不要葱花或者香菜 而且要注意点就是葱要多 香菜不用太多 然后就是撒上芝麻 这个是甜面酱 对这个甜面酱 外国人的话会放海鲜酱 问客人要不要辣椒 我还记得我上次来你说这很辣 我不相信你 然后我点的特别辣 然后确实特别辣 特别辣是吧 这个辣椒酱是你自己做的吗 这是我自己做的对 哇特别好吃 好待会你可以带走一盒 好 一半薄脆 一半油条 这个油条也是自己做的吗 油条也是自己做的 哇 做个油条挺难做的 你给我500万 我教你怎么做 很简单 哇真香 要不你做一个 行 好要先擦油别忘了 对对对对 不用多多一下 好了 慢慢来 不好意思你这个不成功 拿这个的时候不要拿得很死 我放慢动作 对吧 是贴到这个面上 那就会更圆 那你是来英国在学做煎饼 还是你在中国也是做煎饼 我在中国是做厨师的 后来有的人要吃这个我才现学的 我喜欢做中餐 哇那我可以教你很多水 我可以教我去 对 你来生意了 我不管了 有点紧张 我告诉你怎么把它补回来 不知道怎么做了 是用蛋把它补出来 对太聪明了 哇小马哥就是小马哥 你真聪明 他家伙是用一个平底的小锅 然后就这样 对晃 对对对对 那不一样的 对 那时候你要觉得重 一般是在三分之一处就可以 行 不到不到一半 画一个圆 对 鸭肉不太少 行 再来一点 好 对 你就可以卷了 用手抵一下自己卷的 就会非常紧 非常结实 切一半 嗯 外国人呢 一般都会配一个叉子 好 好 好 来一个 好 谢谢 谢谢 小了一点 但是没关系 已经越来越好了 基本上练到这样就允许能上手了 OK 嘿嘿 哈哈哈 你帮我拿 要干活了 怎么能 你给我钱吗 小马放吃 是的 我又来了 你看你的本丝来了 这是煎饼果的吗 这是三次没有写 又要写的一件 或者上次他是顾客 这次他是老板 我们店要改名了 马哥煎饼果的呀 哈哈哈 你真够幸运的 一来就吃到明星做的见面 好多人等了好几年都没吃着啊 吹根一波弟弟吗 这可能是什么 迷失特别 大家一定要记得三连 三连是啥 点赞投币转发 我一下 上台B站看到过他 对吧 对吧 小马哥好温柔啊 一开始我也不知道你是谁 后来我儿子告诉我 他来探店了 我才知道 原来小马哥好有名啊 哈哈哈 哈哈哈 你也挺有名的 没有你有名啊 哈哈哈 哦呐 对不起 再来一个 你得等一下啊 小马哥今天第一次做煎饼 他做的慢一些 就是为了跟你们多聊一会儿 就是给你们粉丝多一点时间 哈哈哈 正常情况下 他一次可以做四个 对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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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哎不好意思 我问一下 你是不是真的还给弟弟 做给我中国那个零食 对对我们吃的 你给你粉丝打个折啊 你是老板 我不是老板 他是你的粉丝 你是老板啊 是 你决定给你的粉丝打多少折 跟我没关系啊 加吧 好准吧 哈哈哈 加吧加 加啊 好 把老板说了加 哈哈哈 哎呦不用客气 那你们一起合作 然后开了更大的店 行 我们合作行吗 我听说可以 可以 这个真的太辛苦了 打工那么长时间 it's so hot with the walks and everything and there's a lot of customers all the time 然后他们都在一次性跟你说他们要什么 然后就很容易忘记 我现在做了十个煎饼左右吧 我做的一半都不均匀不圆 我觉得我可以再练练 其实我本来觉得应该不会有太大的压力 就是但是人一开始来的时候 就真的感觉到了压力 我做一个老板做三个 然后都做的特别完美 我其实没被认出来太多 但是老板一直在说 哎这是小马哥 这是明星明星 然后我就真的害羞了 那还不赶快跟他合个影 可以吗 可以 等他忙完 今天要不合影下次就没有机会了 每次都脸会变红 然后老板就会说 你有没有见过一个英国人那么害羞 如果你今天见到我了 然后我没怎么说话 不好意思 因为我真的太害羞了 薄脆和油条都要 后面那两个要加什么 你很惊讶 他中文这么好 你跟我见到他面面的时候 我的感觉就是一模一样的 哇靠 怎么这么好 老板二十八了 要不要给你的粉丝打个折 可以啊 快了 可以做两个了 鼓力好多 来 那英文为什么学那么好 我是英国人 你已经是马老板了 我不认识 他有孙子 是的 对 真孙子 真孙子 哪有那么高的孙子 但是他中文 是啊 我孙子还中 看过啊 看过是吧 现在有八点了吧 八点半了 八点半了 那就结束了 打工打了一天挺开心的 其实我打的怎么样 很好啊 好 我招来了好多 如果他能一直在这工作 我才开心的 不要真的在这工作 我可以真的把你变成一个老板 马老板 马老板 这个店就交给你了 哈哈哈 哇 哇 好爽这一天 哈哈哈 谢谢你 哎 帅气的 小马逛吃 小马逛吃 茄子 打工一天 挺累的 大家 如果 来这买煎饼 be nice to them 再次感谢 老板 you can't get this experience anywhere else given me a lot of skill i've learnt how to do煎饼 you know i practiced a little bit just look at this i mean this is what i want one day i want a little food truck like this 所以呢今天忙了一天 明天我要去曼城城市大学 去做个Q&A 做个讲言 演讲 吃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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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我现在就第二个 回酒店睡个大觉 我已经累死了 these guys must be super super late 别忘了点赞 关注 有个评论 i love you guys 下次再见 拜拜 我已经打工了差不多四个小时 来休息一会儿吃个饭 那我们现在去哪吃饭 穿锅香的 你咋的喝手啊 我太高了 我太高了 对我太高了 哇你这是不是也真专业 我刚才是很有名的人 没有没有没有 对啊很有名了 很帅很帅 有好多他的女粉丝 真的 有一个女孩有一次来 他说我是第一次来吃你家的鲜饼 我说为什么 他说因为小马哥吃了 他说我就来吃了 他说我就来吃了 他说我不来顿的朋友 他在这里上大学 太巧了 世界就是小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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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